多年,我就曾在文章中多次分析过,周边小国的政客,最好不要得罪中国。否则一定会倒霉,跟美国混一定会翻车倒霉。这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。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了,国家影响力也大了。任何力量与中国的力量对抗,最终都会倒霉。 前几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国总统朴槿惠。朴槿惠在2016年,之前获得了中国非常高的礼遇。2015年9月3日,朴槿惠参加中国抗日战争。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事实,甚至登上了天安门城楼。中国给的接待规格甚至与普京并肩。 然而由于朴槿惠背后的操盘手,崔顺石,接了美国萨德供应商的2000万美元贿赂。他窜斗朴槿惠同意萨德入韩,结果惹恼中国。韩国成了中美地缘政治斗争的最前沿。这又引发了韩国内部的激烈政治斗争。 最后朴槿惠与崔顺石的闺蜜们曝光。朴槿惠被送进了监狱。朴槿惠是个极端案例。原因是中美的大国博弈太激烈。 而萨德对中国的影响又太大。所以才有朴槿惠这个严重的结果。由此也可以看出来,和美国瞎跑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刚刚菲律宾又出现了典型案例。我们都知道,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日前访华,不但获得非常高的接待规格。 更重要中国与菲律宾签了14份合作协议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菲律宾从经济发展、重大项目、社会民生、市场空间、国防安全等,都得到了中国的重磅承诺和支持。 中非的这次合作是战略性的,利益非常巨大。在这种情况下,菲律宾是会铁了心与中国合作。绝对不会再反华。至少在未来五年多马克思在任期间都不会。 马克思在接受央视、著名主持人王冠的专访时表示。美国提出要成为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第三方。马克思认为这不会成功。因为美国不是直接利益相关方。必须由菲律宾和中国进行协商。可以涉及东盟,必须是该地区的一员。且在亚太地区有相关利益。马克思说如今我的看法是。亚太地区的未来必须由亚太地区来决定。 而不是由其他人决定。马克思还说菲律宾的外交政策非常简单。我们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,并以国家利益为导向。国家利益决定了我们不会卷入。必须站队的就冷战模式,我只维护菲律宾的利益。马克思的这番表态。实际上,就已经把未来菲律宾的外交政策给说清楚了。菲律宾不可能跟着美国的利益跑。而是要维护菲律宾自己的国家利益。 现在中非的合作深化了。中国能给菲律宾的,都是美国给不了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菲律宾怎么可能放下,和中国合作的那么大利益去当美国的炮灰呢?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菲律宾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。 据马尼拉公报和美联社的报道称。当地时间1月6日,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办公室宣布,提前结束,该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卡罗中将的任期。 由一位即将退休的将军接替,巴卡罗中将在5个月前,被马克思任命为总参谋长。原本任期3年,将于2025年8月结束。相关交接一事于7日,在马尼拉都会去一处军营举行。 本来任期3年的总参谋长,为啥干了5个月就被免了?而且还是在马克思访华之后回去立刻免了。这其中到底是怎样的逻辑呢?或者说与中国是怎样的关系呢? 马克思又为什么请森蒂诺终将担任参谋总长呢?马克思为什么要免刚上任5个月的巴卡罗呢?这话要从巴卡罗上任后的表现说起。 马克思去年上任后,他并没有立刻表现出积极继承前任杜特尔特对华友好的政策。但他也没有表现出反华的状态。他采取了考虑恢复对美军事合作的策略。而负责操盘的就是巴卡罗中将。巴卡罗上台后,很快与美国打得火热。并且很快重启了美非加强防务合作协议。根据协议,美国将在菲律宾增加5个军事基地。 巴卡罗上台后与美国达成协议。准备在2023年,由美国斥资6650万美元,扩建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。并在未来加大对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建设。 对于美非重启军事合作。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卡罗也表示。美国已提议在美非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下。再增加5个军事基地。而这一提议正等待非国防部和外交部的批准。 巴卡罗的这番表态意味着。被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尘封了6年的。美非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被巴卡罗重启了。 美非军事同盟关系好像要全面恢复了。这显然意味着中非关系接下来,可能将面临挑战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如果美非真的重新执行了。 美军在菲律宾扩大军事基地的协议。中非关系将会急转直下。因为那是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。在中美之间站队的协议,马克思如果继承该协议。中非关系当然难以再继续和谐。 当然在我看来,这可能也是马克思的一个政治手腕。他的目的是要与中国合作。但他希望得到中国更多合作承诺。所以先表现出重启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姿态。并由亲美的总参谋长巴卡罗操盘。 等事情快办成了,与中国的谈判也差不多了。马克思直接再把巴卡罗给免了。再找一位合适的,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军队领导。担任参谋总长,一切就完美了。事实上马克思也是这么做的。所以访华回去就直接把巴卡罗给免职了。 马克思请回来的森蒂诺中将,在菲律宾前总统都特尔特任期最后,曾担任菲律宾军队的第五十七任总参谋长。就是在森蒂诺中将担任参谋总长时期。中国给了菲律宾1.3亿元人民币,无偿军事援助。2022年2月9日首批物资交接仪式。在非武装部队总部举行时,时任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森蒂诺,参加了交接仪式。 对中方长期坚定支持,非国内安全进程表示感谢。他强调,此次军援有助于加强非武装部队能力建设,并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防务关系,推动取得更多军事交流合作成果,促进地区和平繁荣。 现在马克思又把他请回来担任参谋总长。显然是在刻意疏远与美国的军事合作。拉近与中国的军事合作。对于马克思突然更换军方的参谋总长。 美国媒体都感到惊讶,认为没有任何前兆。也未从菲律宾官方得到任何变动的真实原因的说明。倒是即将离任的巴卡罗对此进行了回应。 他表示军方将全力支持新一任领导人。毫无疑问,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。其态度,直接关系到接下来菲律宾在军事上的站位。客观上就会影响菲律宾的外交方向。而这种变化,客观上是中国与菲律宾合作的力量。影响了菲律宾的外交。从而又影响到了菲律宾内部的政治力量重组。不过马克思的情商是很高的。 他个人没有出席参谋总长的交接仪式。但他要求主要总统顾问,对巴卡罗的战场攻击表示最高敬意。并暗示,这位将军可能会在他的军事生涯结束后,获得另一个政府职位。也就是说等巴卡罗退役后,马克思会给他任命一个行政官员。这样的安排会让巴卡罗心里舒服很多。也避免了菲律宾的政治动荡。 转了一圈大家应该明白了,对菲律宾来说,美国能给菲律宾的不过是一点军事合作。经济上不能给菲律宾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东西。 中国则不同,可以给菲律宾带去各种经济发展利益。而且美国能提供的军事好处,中国能提供更多。 而且对菲律宾来说,与美国深化军事合作必然与中国不睦。伤害的是菲律宾的经济利益。与中国紧密合作,损失了与美国合作的那点军事利益。 中国不但都能补回来,还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,是中非的深化合作促使了菲律宾内部的调整。这就是大国的影响力。 在这里我再次提醒周边小国的那些政客。不要得罪中国,中国不是你们能得罪得起的。 大家好好合作,彼此都有力。跟着美国混,早晚翻车。 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越南,也有类似情况。 世界在剧烈变化,中国的影响力在加速提升。 虽然世界对中国来说有巨大挑战,但也是中国的战略性机遇。 国家如此,个人更应该从国家的大势中去寻找机会。 理解了世界大势,国家形势,个人就好实现目标了。